以后如果你们遇到什么问题 在书本上一定找得到 这一次我就发现 病毒好像找不到 因为要想到详细 找不到有带过了 就是这些细菌病毒 都是上述各种伤身致病之业 一定要避开 然后如果遇到要怎么处理 都有 但是细讲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是因为这样 我才把它细讲 那也就是以后你们在第一线 你们如果再讨论什么问题 它其实里面都有答案 我特别再讲一下 不能再有个别的经验 也就是你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然后跟书本上不一样 不要提 不能提 这就是内规 了解我的意思 那如果真的很好 你们可以跟我讲 不要在还没有证实之前 然后就开始跟大家讲 为什么不要传播 因为每个人对原始点的理解不一样 稍微有一点点经验 如果急于发表 我也不说话 变成这也是一个经验 那一个也是经验 然后跟书本上都不一样 那以后你们以何为依据 你们还会有依据吗 没有 完全没有标准 那这个对推广 是好还是坏 绝对是坏 所以以后 这一个我一定会严格管控 就是不能有个人的经验 如果你有 你一定有 你在做也会有感受 但对与错 先放一盘 你可以提出来跟我讨论 我绝对可以跟大家讨论 但不能在未讨论之前 就怎么样 对外发表 这个跟我在做案例一样 我说案例 我现在已经 不准外面的人去做案例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没有新的手册 然后他们做的 可能是旧资料 那对这样的传播 对民众的接受 我认为是伤害 不是 他们不可能接受到最新的 最快最好的方法 所以绝对不能有 这样的个人经验 然后再来 这个是一个平等法 我希望以后 各个中队 一定要理解 没有哪一个人能做重病 没有 因为他重病 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反而轻重症才是基本功 了解吗 轻重症更难做 你要下手就能够立即见效 那真的还要有一些 我那个真的有一点功力 那真的要学得那个 那所以我认为 以后我在这里不会分什么 就是说哪一个人能做重病 哪一个人能做轻重症 哪一个不能做 只能在旁边看 没有 我尽量让大家怎么样 参与 就好像那一天有一个乳癌患者 我就叫所有的 尽可能让女生进去 进去 为什么 我认为每个人都要可以做 以后乳癌 是一个普遍的案例 即便看起来大家都觉得 很严重了 都已经有硬块 都可能会爆掉 那我认为大家都可以做 没有哪一个特别厉害 绝对不能有 我以前还讲过一句话 如果哪一个 这一个中队 有哪一个会做乳癌安利 其他人都不会做 那我会怎么处理 我就把会做乳癌的那一个 先砍下马来 绝对把它开除 为什么在你中队 只有你会做 其他人不会做 原始点是平等法 怎么到最后 搞到最后只有一个人 变英雄主义 然后变神医 原始点没有神医的 大家都是平等的医 就像西医 你去哪一个人 他们都可以做 了解吗 不是哪一个医生特别厉害 因为他们都照SOP来 所以讲法为什么要一致 为什么西医可以攻城捏地 然后把中医打趴 就是在这一点 我每次研究就是 每次感受到 就是在这一点上 西医做得最彻底 因为他们都统一标准 即便错 全部人都错 明明知道病毒没有效 那我们大家都说病毒 也不要再说其他了 那他们是统一说法 所以他们攻城捏地 没有人敢赢他 然后他 那个说法又一致性 然后团队又这么强 然后所以中医被打趴了 因为中医你只要讲 你感冒 他连开药都有要分什么体质 去三家开出来药方都不一样 那民众怎么信服呢 了解吧 所以原始点我认为 到最后要广为民众使用 第一个 为什么我这里特别严禁 怎么样 个人经验 个人经验就是 就像中医 发展到最后 张家说 这个病应该怎么样 阴阳五行 另外一家说 这个应该用 龟经的理论来谈 这个说不是 要用八纲辩证来谈 七八家都不讲法不一样 然后针 同样一个手腕痛 三家针出来的穴位 有没有一样 全部都不一样 那哪一个会信服 所以最后民众 对中医是怎么样 你要找中医 最好找有长胡子的 年纪大 经验多 变成这样 变成在用年龄 要不然没有标准 因为中医很难 那西医没有 你老的 年轻的都可以看 只要西医挂出 民众都不会质疑 差不多应该看法都差不多 了解吧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不断地在思考 如果一个推广 你不能统一 绝对是致命伤 然后如果有个人主义 绝对推广不出来 因为好像只有几个好 然后其他人 都好像很平庸 然后重病的 就集中在几个 那个不行 所以我早期特别提出 只要那一个 比如说日益中队 都是某一个人做 他很快就被我砍下马来 因为我早期已经说过 只要那一个人会 其他都不会 我一定把那一个人砍掉 所以我这样就会很放心 也就是说 重病来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接 了解吗 不是说我才能做 没有 我会做 你们一定要会做 所以那一天乳癌来 我就把尽可人的带进来 事实上我希望 里面的职言 每个都要会 以后职言 因为他们时间也长 现在有一个问题 在推广上我发 就是面临到一个问题 我想很大家的平等 但重病 却是需要追踪 但如果追踪 又变某一个人在追踪 又会出了问题 所以他的 比如说 志工在美国 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的志工 都是怎么样 一个礼拜五天 他们常常五天都到 没有像我们这里 只有来一个晚上 或来一个早上 那明天我就不来 那这个患者明天去哪里 跟我无关了 我今天只是来 来一天敲一天的钟 至于明天别人敲 那钟声不一样也没关系 那大小力跟我也无关 那下一次再碰到 这个患者 那我们有缘再谈一谈 但是这样的追踪就怎么样 没办法持续 所以这一点我一直在思考 怎么解决 因为我们那个太畸形了 我认为原始点变成怎么样 没有一个 就是一个追踪的很强而有力 然后连续性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统计一下 看我们的志工到底来的天数有几天 因为这是一个医疗专业的 而不是来像其他的基金会 我认为一直都不是 我把这个基金会看得 跟别的基金会不一样 也许你去别的基金会 可以好像 我今天是热情的付出 什么都可以 只是一个热情就可以 但是这里是人命关天 我一直不觉得是这样 而且我认为除了热情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专业 专业绝对比你的发心更重要 没有专业你发心再好 你再慈悲 没有智慧 你怎么救人 所以如果智慧跟慈悲 两个让我选择 我认为要先有专业 你谈专业你没有专业 那就不能成立了 那其他的如果说 这样是不是我们拒绝志工 也不是 因为其他还有很多 不是除了看病以外 其他的那这个可以 比如来这里 打扫啦 环境啦 做一些福田啦 其他的 我认为这个OK的 这个就不需要 但是你要专业的 这样追踪患者 一定要 我早期就有讲过 你真的要学好原始点 很简单 就是怎样 一个患者 从头做到尾 一个患者 一定要从头做到尾 然后他任何的变化 如果有什么不懂 你可以提出来问我 我一定回答 那这样你们的进步才会快 我都是从一个患者 然后把他想透的 然后再慢慢扩张 我说过了 早期一条脊椎七处 不是从我太太吗 在他身上 我就差不多百分之七十 都是在他身上找出来的 一个人而已 那你们一个人只来一天 然后又这样放弃 你们的怎么提升呢 很难的 所以面对现在的困境 我觉得原始点 似乎我正在酝酿着 一股改革的力量 我一直认为 如果说最坏最坏情况 最坏 我个人想 每天三个到五个 我整个都可以运转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以前诊所就是这样搞的 那现在的人数又不多 只要三到五个 我就可以搞定了 不要跟大家讲太多 真干来就干 大家来这里好像 因为又学着不够专业 然后讲的话又不标准 就是有时候又随着 自己个人的经验 然后讲很多 我觉得这样 可能对原始点的发展 是利还是弊 我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志工如果要来的 是不是它时间能够久 然后我们就真的 种植不重量 然后原始点就是 从一步一脚印这样做起 我早期我记得 我在做诊所的时候 我说我一个人 然后两个护士 我一天看三四十个 而且三四十个很多都是 包括怎么样 按推的 那个做下来是真的 筋疲力竭 但是如果说有专业的 一到五天 什么重病都能 我认为很多问题都解决 然后不用讲太多 你就是把这五个 密集训练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 志工 他到底来是为什么 很多我们的志工 我认为应该要改革了 他这里去别的基金会 也去张志工 来这里也志工 然后去别的地方 到处跑 然后来这里沾一沾 这不可能学成的 你要治病 一定要怎么样 一门深入 我跟各位讲 我是每一天 日夜都在想这个问题 我的手册 我不是 我比我以前在做中医师 更专精 更专业 不是像你们 以前下班了就没事 我现在不是 我没有下班了 有时候改到半夜 还在改 所以 这个就是 你们如果面临的 基金会 未来如果他真的 这一个法是好的 然后未来是对医学 会起了一些革命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 认识都没有 然后没有一个使命感 原始点能走多久 我开始怀疑了 你看坐这么久 我们的人数多不多 多 但有没有案例 没有 很明显嘛 就看得出来嘛 然后大家有没有 也没有 但是说大家发心 不发心 发心 好 是不是好人 完全都是好人 但好人不一定能救人 我还是一句话 因为专业就是专业 专业你没有 没有学金 然后你看 我只有丢一个 我写了十几年的书 我只是希望你们 花一点点时间看 有人还是没办法 看 连看一遍都没办法 那这个是你们来这里的时候 这是基本功啊 了解吗 所以我也在考虑 这些问题 如果说 我们以后还要走下去 应该怎么走 这是我内心的优利 因为我这个是玩命的 了解吗 所以不是志工来多就好 我可不是这样 我一直在讲 你们一定要有一个了解 你们今天为什么要来 我说我随时都是 因为原始点是 在最艰困的时候在写的 我说我常常是怎么样 都走到山穷水尽 已无路 然后最后一直坚持到 最后怎么样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是这样来过的 所以我也随时面临的人生的高潮 高潮我不会喜乐 但这个高潮我随时想结束 包括我诊所 我诊所结束的时候 不是你们想象的 是没人 刚好错 很多人要找我 但我已经看开了这一切 过眼淫焉 说关就关 那关了就是怎么样 从零开始 我以前考过的所有的 什么证书 什么对我而言 一点用都没有 我最后有没有拿出来用 全部都放空了 一点也不要 人生本来就是有多层次的学习 到了每一个阶段 你应该怎么做一些学习 我认为人 不是一直活在过去 那你对生命的体认是什么 就应该 如果认同他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 我就要走 如果觉得他不是我要的 那你们选了两三个 然后跑来跑去 是为何而来 我觉得 所以我最后只有给我一个 我说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 把怎么样 原始点好好学好 我没有 其余我认为那是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念头 那是我下辈子的事 你只有把一件事好好做好 你才有能力 把你的生命提升 我可不愿意生命这样再浪费 因为还有多少年可以走 这一生如果说人走 就是选择一项 我认为只得我走 然后此生无憾的事 你们认为呢 就好像我们说的 你他处体伤 你就好好揉 你不要再搞患处体伤 你人生也是一样 都有抉择的 你这个阶段 你是应该选择按推 还是选择热源 应该要拿定主意 你今天来付出 是为何而付出的 想清楚 所以我也在想 如果真的是 哪一天是在 这里也认为 哎呀太烦了 杂事太多 大家都不能专心 然后看病 也没有办法一个追踪 这些如果 我再考虑 可能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改革 然后让这里单纯化 来就是真拼 真付出 大家努力在一起 没有什么闲话可说的 然后这一生 好好把它搞完 我看美国他们也是这样 来就干 然后这一次 我去澳门演讲 那个晚上 他们跟新加坡团队 还有香港团队 他们吃饭 坐在我面前 就是别桌的 他们介绍几个来 他以前是 听说职务蛮高的 是CEO 而且在职场上 是绝对风光的 老老的八十岁 他看懂原始点 他第一个报名的是什么 做志工 做什么 这几天厕所 全部他扫 其实我在场 我内心是怎么样 被震动 我觉得原始点 需要这样的人 真的需要 需要这样的人 然后发心 真的真干 所以我也在想 这些人只要 不要多 只要十个到二十个 这里的原始点 绝对会有 另外一方光景 来就是真干 然后法事怎么样 我该怎么服务患者 他们心里很清楚 所以怎么样来经营 我随时归零 也就是 到如果说 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坚持的时候 我当我坚持的时候 即便你们 所有人都反对我 我会妥协吗 如果我会妥协 我这一本书就 写不出来了 我不会妥协 那我会坚持 我还是会继续走我的路 哪怕他很孤单 因为原始点 常常走的路都是 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哪怕他走过去 会千疮百口 会满身创伤 那个我都在所不知 我认为人生 只要这样 一次走过 这样就够了 这一生就 也没有遗憾 所以这些 我们只得去讨论 然后如果说 来一天 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 又没有办法追踪 那患者不断地流转 案例也做不出来 我以前记得 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你不要告诉我 一天做多少患者 如果今年 你没有做多少案例给我 我就会把这里关掉 这一句话 我很清楚地讲 而且是很严厉 早期我说 一定要做重病 那现在法都写到这样了 也就是要做重病 难不难 不难 可不可以追踪 可以 大家有没有心 然后一个从头做到尾 你今天即便 我只有一天 好 那这个患者真的很危急 你愿意不愿意 他明天要来 你也又来 类似这样 我演的就不说了 昨天我去水上 为什么 他一通电话来 我觉得这个好像我 我在 我本来已经要来基金会了 要来改手册 但那个患者一看 那个还有图片 他整个颈椎是怎么样 第二椎往前凸了 因为摔到 整个错开了 然后开始压迫 我觉得这时候我能不去吗 所以二话不说 我昨晚就是赶过去 那个患者有没有风险 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谁都不敢接 我相信没有人敢接的 因为整个颈椎已经都跑掉了 差不多有一半跑出来了 这里有图片 我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去 而且不管做到什么程度 我也没有把握 因为我从来没有 做过那么严重 而且我常常跟 早期的你们都知道 我有没有学整集 所以我是学整集 学了十年 我说如果我不去 没有人会比我厉害 我是这么想 所以我还是去了 那当然去还是 最后还是有一些改善 但是一次去 我也不敢这么讲 因为我拉了三四次 但是他三四次都有形容给我听 第一次拉完 他觉得双手就松了一点 然后第二次拉 再稍微调整 他就觉得背部有松 第三次再大力一点 再稍微转动 他骨头都会 就是一直在 我调整 因为我把它拉高 让他有一些骨头可以转动 然后第三次 他感觉胸就比较松了 呼吸就比较好 然后第四次 最后一次 我叫他孩子 帮我的手扶着 然后一起出力 然后再转动 第四次 第四次他又有听到骨头的声音 然后他觉得 他那个偏头痛 已经痛了好几天 他刚好摔伤一个礼拜 就比较改善 所以我很感触很深 我之前说我学了整级 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用 但好像到昨天那种感觉就是 我学了十几年 就是为这个患者而学的 但我也这样也坚持了十年 这样再来看 如果他有改善了 我当下能让他改善 我认为这十年的努力 我也值得了 所以到底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你这样一直做 你为的是什么 如果你哪怕一个重病患者 只要在你手中 你真的把它好好处理 也许你这一生 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起码真正帮到人了 但如果来这里 然后专业又不够专业 然后也不愿意再深入 然后重病本来可以医好的 我们也当他一个一个流失了 也错过机会了 这样这个基金会 未来还能走多久 所以面对未来 我是开始有开始的 很深的忧虑跟想法 是不是应该重新打掉再来 还是真的找几个志同道合的 真的我一直觉得人多嘴杂 然后事情办的效率又不够 不一定好 不一定 别以为人多就是好 真的不需要 然后真正能够做到 让患者感动 德瑞莎我常常举他的例 他身边没有几个人 真的他的弟子 就是五六个 这样搞到全球都知道 我们这里一两百个 竟然搞到只有台湾知道 然后还很多不一定认同我们 所以这些我也是希望说 今天跟各位讲出 我真的内心的一些纠结的之处 也让大家来反思 如果这个法是这么好 大家这一辈子也有幸遇到了他 你们对他的态度是怎样 来这里半天来看看 来看看患者 表示我有爱心 只是为了表达这样 还是真的 我是真心要把他医好 如果真心医好 又不是像你们现在的态度 只是来 然后问几句 然后明天就不见人了 然后这个患者也不知道 留到下一次谁的手中 这个是值得思考的 我以前读到好像普居 屈原写的 最后也是他对 他说这一辈子 到底要随事浮沉 逐坡随流 然后跟这些奸人 为伍还是保持高洁 然后有所不为 然后继续走他认为对的路 但是对的路又被罢免 罢黜 然后过得那么艰困 所以他一度也对人生质疑 所以他去普居就是问 那算命先的 算命先审 那我未来应该要如何坚持 结果这个算命的 最后讲一句话 他讲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与今之心 行今之意 我原济大概是这样 我因为以前太久读的 大概现在年纪大了 也记忆不好 就是以你自己的心 去坚持你做的事 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个普卦不能算出 不能帮你决定 所以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说 今天跟各位讲出 我也许是我的心事吧 就是在写完书之后 面对的明天的未来 我确实心事重重 我说实在 我现在如果说 能够取经的话 我现在世界各地的 这样比较起来 我比较喜欢走美国的路 美国的基金会的路 也就是志工 他们一来 全部都到前沿到期 都是这样的 他们五天晚上就到了 他们不是白天 白天没有开 他们晚上 那晚上他们就到 全部都到 那现在基金会 这样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你第一天 礼拜一就遇到这个 明天又要遇到不一样的人 那患者这样不断地流转 然后大家也没有心说 这个患者 我有决心要把他治好 也没有人这样 如果没有决心 他也不可能再去 深入这个书本上 然后他也不会遇到问题 再来提出问题 不会的 然后就这样日复一日 大家就过自己的这样 好像大家也蛮热闹 这个基金会 但隐忧就在这里 基金会已经不是我要的 那一种样貌了 已经不是了 我反而羡慕了美国这样的 然后他们人也不多 你看他们经营了十年了 结果他们的志工不多 我听起来也是顶多 那些十几个到二十个 就这样 然后陈经理光这十几个二十个 他就可以云游世界了 这样就够了 我们这里 我出去云游都还会被拉回来 说这里有什么事什么事 我是有感而发 我觉得如果在这里 没有一点没有使命感 真的很难 我觉得不管是职员也好 如果职员也不能认可这一套 那相处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灵魂少一点 然后来都是相知相惜的 然后大家都愿意 在这样为患者 全心全意以赴的 我希望能够找到 真的在我人生最后这半段 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再把这一条路走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